基督教的道德心理是导致虚无主义的 使整个的欧洲陷入到虚无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颓废和虚弱的罪魁祸首 2000年了 因此必须把它从大地上彻底的把它刨掉 这就是尼采的这个意图 尼采的道德普系是尼采晚期的著作 可以说是代表尼采最成熟的思想 那么在尼采的道德普系中 尼采所确立的这种道德类型到底是什么呢 两种 实际上一种就是它叫做主人道德 一种叫做奴隶道德 主人道德指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异教道德 那么另外的一种叫奴隶道德 奴隶道德实际上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 这两个道德哪一个更重要 对于当今的或者是我们说尼采当时的这样一个西方文化 哪一种文化应该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 主人道德有一种最基本的对立就是好与坏 好与坏这是没有什么道德评价的 这个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那么对于基督教来说呢 他把这样一个好和坏呢 赋予了一个道德的色彩叫做善与恶 基督教所倡导这个道德禁忆主义 实际上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意志全都给弱化了 全都给虚无化了 因此最后它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 这种道德不敢去面对这种主动型的能动型的 并且及时释放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残忍残暴的这样一种东西 相反呢基督教号召的是和平良心平等 对弱者的无限的同情 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的确人的灵魂会变得越来越深 越来越内卷 越来越这个内清化 这的确创造出来西方越来越复杂的这种人类类型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确实是 使整个的西方人变得越来越颓废 越来越病态越来越衰弱 最后走路的就是虚无主义 道德的普系 它是用古希腊罗马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主人的道德 去批判基督教的这样一种奴隶的道德 因此呢我们会看到 这是尼采的一种文化政治 或者是尼采的这个哲学背后的某种文化政治的意图 就是要去呼唤欧洲的一代新兴人类 去重建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化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中 没有基督教这样一种道德价值 不会再用一种怨恨内疚或者是金欲 或者是虚无主义的方式去否定生命 而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去面对生命中 那些在我们看来是那些残忍的残暴的 甚至是那些具有否定性的东西 这样的话一代人或者是整个的欧洲人才会变得更强大 他的这个生命意志才会变得更旺盛 这就是这本书呢 以及整个的尼采晚期哲学所追求的目标